Hey guys 你現在是不是看著螢幕說 嗯?螢幕怎麼黑黑的 是不是螢幕壞掉了 怎麼看不到Cynthia啊 你的螢幕沒有壞 是你真的看不到我 今天呢很開心可以跟我一個 我非常喜歡的sponsor合作 所以影片的最後也會有小小的抽獎活動 大家不要錯過了 OK Let's get started 拜拜 patreon啦 字幕 Hejko ,唯一,我 هي ,唯一,不要鬆 ,唯一,不要鬆 先說話 要說話 我跟你們說話 一位私伯 nach得知 說話 最好的時刻是D.J.R.S.W.I. 寫了《Merry Potter》 最最大的幸運 是你一人的 你一人的 一人的 你一人的 嘿各位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大家猜是星期集 雷拓 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平常在香港的 週末假日的路程 我的週末通常我們分成兩種 一種是比較有行動力的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一個字 Jai 今天因為等一下我是有事情的 所以算是有行動力的一天 如果我真的要宅的話 我可以就是24小時都 待在這間房間裡面 不要出去沒有問題 今天我算是騎得非常早 還不到9點 我已經就是梳洗完畢 然後換好我等一下要去JIM的衣服了 我要是不是 給自己Pet on the shoulder Just in case 如果任何人好奇的話 我的TOP跟我的瑜伽褲 都是LUNE LEMON的 他們家的衣服真的超貴 但是 我現在在JIM 然後 因為那邊有人 所以我現在講話就要小聲一點 大家見諒一下 我不太做跑步機 比較喜歡踩步 老實說我其實也不知道正確有餐是什麼 但比較就是 就是他 就是他 像這個機器 因為他其實內建有Netflix 所以等於是我可以邊運動 然後邊看Netflix 最近我們就沒有找到什麼好看的Netflix秀 因為想來聽聽的應該是這個 The Truth Why So Many You Grab University College 我會把它當成Podcast來看 Yes! Let's go! 後面有人來了 好尷尬喔 Lil Bye! Hi Guys! 我剛剛洗完澡 然後我現在要來做早餐 哇 你好歪喔 不過呢 現在其實已經也不早了 已經11點了 但是早餐還是要吃 好不好 大家 一定要吃早餐 Let's get started 然後我最近買了一個這個 外包裝做的很像真的奶油 後來才發現它裡面是長這樣 就是很像人工奶油啦 我相信它大概是100%不健康的 You just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我現在終於受不了開了冷氣 因為 哇 實在是太熱了 如果只是做早餐的話 你是不是覺得很無聊 我決定今天來聽 Jamie Oliver 可能聽完之後我的早餐會變得比較好吃吧 Who knows 就是我今天的早餐 我一般來說會盡量讓假日的早上是屬於我自己的 因為我覺得平常大家工作都很忙 但是能夠有自己的時間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耍廢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耍廢一次兩次可以 你如果每個禮拜都耍 我覺得我自己會受不了 那小時候媽媽有沒有跟妳講過一句話 就是吃飯要專心 所以我現在快速解決我的早餐 所以我現在快速解決我的早餐 嘿 看來我這個小熊騎臉精就知道我們現在要幹嘛 沒錯 我現在要來get ready 在get ready的同時呢 我也想跟大家聊聊 我最近在香港遇到的 也不算困擾 應該算是來香港體會很深的其中一件事情 我來香港到現在大概是兩個月的時間 對我來說最大的困擾跟困難 其實就是語言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城市 從我工作上面現在遇到的人來說 其實他們通常都是英文會比中文還要好 哇 現在我沒在打雷 甚至在concore的時候 我都會說不好意思 對不起 因為我廣東話現在還沒有很好 可不可以用中文或英文 然後他們都會選擇講英文 By the way 這個海綿食我是最近在Enspree買的 它是新的 哇 超好用 我發現來香港之後 比我在台灣需要用掉英文的機會 至少多了八九成這麼多 另外就是香港的外國人真的很多 例如說我辦公室那一棟樓 裡面就有很多的外國人 所以有時候在走廊上面見面 你總是要用英文來對話吧 剛開始我真的是覺得 哇 忽然之間感覺好像被丟回一個全英文的環境 因為之前在台灣的時候真的不太 有那個機會說一直在用英文啊什麼的 怎麼講就是這個我覺得都需要練習 它不是說我今天在大學學過 或是我在美國待過 喔 我就一輩子都會 它不是 語言是需要學習的 所以我最近就有點語言錯亂 就是常常會中文 英文跟廣東話三個語言 就是卡在一起 除了我平常會特別空出時間來看廣東話的YouTube之外 我的零碎時間就把它全部用來聽英文的 我之前有拍過另外一支影片是說 如何讓英文滲透進你的生活 那那個時候我就有講到說我可能是看美劇啊 看YouTube啊什麼的 但我現在需求是因為可能工作上面我需要用到的 我的智慧或是用法都會比較正式 所以我就會想要聽比較系統性的節目 所以我最近生活蠻大的一個改變的是 我把看英文YouTube的時間轉到另外一個平台 叫做VoiceTube 然後它上面就會有很多像 有教育 娛樂 時事這些各式各樣的影片 它是比較有系統化的做中音的翻譯 BOOM 我換了一個 今天這支影片呢很開心可以跟VoiceTube合作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平台 那他們在找我合作的時候其實我 哇 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第一次知道VoiceTube其實是透過阿滴 因為我知道阿滴以前有在VoiceTube工作過 那它主要就會收集各式各樣的影片 然後把它做翻譯跟整理 然後讓它變成英文學習的素材之一 基本上內容在VoiceTube上面都是免費的 一般的會員就會有每天能夠固定觀看的影片數量 然後如果你是長期的會員的話 你就是可以阿妹妹的享用各式各樣的影片 我個人在VoiceTube上面最喜歡的其實是 國際時事的那個專欄 尤其我現在人在香港 然後香港又是這麼大的一個國際城市 不追一下國際大事好像很說不過去 那另外呢還想跟大家分享其中一個 我覺得最大的優點 等一下我的眼線比在哪裡 因為我現在不太會帶我的電腦出門 所以我都會用他們的APP來聽 不管是你早上get ready 通勤的時候 運動的時候 用那些小小零碎的時間來學 因為我覺得效率是高的 我的瀏海完了 好的 我的瀏海終於稍微的像樣一點了 有嗎 我剛把剩下的妝都畫完 來跟你們放進看一下 沒有人要求但是 就是 喔然後啊 我今天的唇膏是疊叉 Jewy Mer跟Mason Katsune 然後顏色是OR551跟RD144 最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從我姐那邊偷過來的 然後它的味道稍微再成熟一點 所以 噴一點點就夠了 我有一次不小心噴太多 然後走進電梯想說 然後就每個人出去都這樣 我的morning routine還有什麼呢 我想起來了 每天我都會吃益生菌 那這個其實應該要在空腹的時候吃 但是我今天忘記了 通常我假日其實是會出去買咖啡的 但是因為今天這個天氣實在是不怎麼樣 所以我就沒有去 這個就是我週末稍微 比較有效率的morning routine 那當然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生活裡面有結合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例如說我以前都是看YouTube影片 那現在可能有其他的選擇 我相信有一部分開始 可能追蹤我的觀眾 以前可能是從可能學英文的影片 或是在美國的影片 所以才認識我 那我覺得這個平台會被認真想要學英文 或是想要用零碎的時間增進自己語言能力的話 我覺得這個平台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呢也跟平台那邊討論 所以就是讓三位幸運的中獎觀眾 能夠有機會去體驗VoiceTube 他的全會員的福利跟服務 對 至於抽獎方式呢 我現在來想一下 請大家在下面留言 你最喜歡的英語系歌手 跟他們 你最喜歡他們的哪一首歌 然後也要記得留下 你的email跟IG帳號 這樣子我才能找得到你 OK?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跟我一樣 非常有動力 非常有效率的週末 好不好?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有的話 請記得按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我會見到你們在下一個影片 Bye! 這個是前Chanel UV 讓你隨便吧 嗨! 麻煩了 哇 哈哈哈 QO